大家好,我是燕子 今天拍的主題是 火焰附加的電話 以上沒有聲音 現在是 完全沒有聲音的狀態 完全沒聲音 電話也沒有顯示螢幕 所以線路有可能要查線 或者是 重新配線過 現在就來DIY 檢視電話線 問題出在哪裡 電信盒線好像 有一點 不OK 那我們來接接看 看是不是這個原因 這個線已經 重新撥開 我再把撥線接在一起 線已經接在電信盒裡面了 看我們來試試 有沒有通 現在已經接上去 電話還是呈現 端線的狀態 還繼續查查看哪裡有端線的問題 可以查到線 這一節 好像有點接的不好 我們把這兩條 直接把剪掉再重接 再試試看 這兩條線 我都撥開了 那我把這條線 再重接看看 接好電話測試 還是有其他的問題 當然 然後再查查看 發現那個 中華電信 從室外有進來 這兩條線到室內 室內之後 因為有一條 舊線已經被剪掉 有一條線 這條就是進來的 那個四畫的線 這是中華電信進來的 電信盒 然後 我們把這個 上蓋 拿起來 殼子放上面 然後 看到下面有 這條黑色的是 中華電信進來的 這兩條 是從這邊出現的 我們現在把這個 HUBES拔起來 從下往上翻 就可以起下來了 發現這裡的線 有點接不好 我再重新用起子上鎖看看 像我已經重新再接過一邊了 看是不是這個問題 我現在把中華電信的 HUBES 保險時裝回去 再 試試看 把上蓋蓋回去 好!HUBES裝上去了 好!上蓋蓋完 外面那個中華電信 那個電信盒 線重新整理過 重新鎖過 現在電話已經會不正常了 現在這個話筒也有 神明有信號進來 DIY電話查線 就到此為止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大家不要忘了 分享 訂閱 跟按鈴鐺喔 對 爸咪我們可以赤腳嗎 我們可以脫鞋子嗎 我們可以脫鞋子嗎 爸咪我們可以脫鞋子 鞋子害我好燙喔 我們可以吃 我們有一個 那樣 我們要吃 我們要吃 谢谢大家